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阳明的新学 是他自己唱这个新学吗 他也是那里过来的 对很多学派 或者中国的 尤其很多学派 我觉得他们是佛道儒三家都在设立 都是整合了一些佛道儒家的东西 在新法上 释迦牟尼的东西对各大家影响的比较多 他这个也是释迦牟尼的一个 不说他自己唱的 唱的还是 但是他形成了新的派别 我觉得新的一个体系 我觉得他还不是这种 很难 当年佛学里边就出了大臣佛法兴起的时候 有一位罗素佛杀 很厉害的 罗素佛杀 对 当时他有几个 就是印度的 罗素佛杀 他当时很厉害 他很短的时间就把佛经看完了 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佛经看完 小臣佛经典 他就觉得释迦牟尼佛没什么 就太简单了 他说的东西 他都觉得他要自立门派 他自己创了一个母宗派 他说释迦牟尼佛讲得太低了 然后有一个就是龙王 就是海里的龙王就知道他这个想法以后 就他们都有神通嘛 就请他去龙宫去看 龙宫里面吵了很多大臣经典 这是大臣经典 因为龙宫讲的 佛讲的生 因为其实在陆地上 我们人类的意识是接受不了那些经典 所以龙宫比人聪明嘛 他有神通 所以佛在龙宫讲的比在陆地上生 就请他去龙宫看经嘛 他去龙宫看完经典以后 上来以后再也不说他创立正态了 他马上就说我七受礼佛 佛为第一 他觉得自己超越不了 他觉得佛已经说完了 他所有证得的东西 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完了 他不可能超越 他把最高中级这里讲过了 就是你再讲你也超越不了他这个范围了 所以他就马上就说了 那你说的龙宫公里太来经典 是不是现在这个藏经里面启动了一些遗故 很多人 很多经典都是龙宫取出来 是华爷 什么这些 八十华爷 华爷经 龙宫都是龙宫取出来 实际上你觉得针对不是龙宫 其实无所谓是人或者龙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人像跟龙像 心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心是一样的 重点是你现在还是小孩子 你还接受不了那句话 他说你听不懂 当你的信息成长到一定的程度 他才能听懂 佛说那个教义的时候你就能听懂了 外在世界的思想 但是龙的志 他有神通嘛 龙 所以佛在讲一些东西 他能从多维角度去思考 所以他能够听懂 更好理解 更好理解 有神通不就更好理解 所以佛在龙宫讲了好多经典 就比人道深了 而且当时有弟子问了说为什么佛好像龙室 他说天龙八度里面 虽然说天龙他还说畜生道 说那为什么这个佛那个什么 你在人道的佛弟子里面 讲得反而很浅去龙道 他的根气其实不这么好的嘛 然后佛说你知道龙室咋来的 说当年我那些弟子说 约古时候我那些佛弟子啊 不是有就前面有古佛嘛 古佛那些弟子 就是佛弟子修行修修都不持戒 不持戒的都转到龙道去了 就是欲望住持不了戒的 就是欲望没进的 虽然也是佛弟子 他其实很聪明的 他就是欲望住 然后都偷偷到龙道去 所以他也是大成根气 根气其实蛮好的 都已经很多是学佛法了 所以他根气蛮好的 我愿意自己 也一直在结合 我愿意自己 就说这部分 游商 这 boundaries 我愿意也Query iterations 由他 现在